您关心台中屋日益间物流公司大门口 17号晚间发生了严重车祸意外 物流车当时跨越双黄线 要左转进入货运站 疑似视线死叫 驾驶又没有减速 当场把一名骑脚踏车经过的国二女学生撞飞 女学生头部重创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急救 目前人还在昏迷 没有脱离险间 物流车撞到人下的驾驶赶快下车 发现被撞的是一名骑单车的女国中生 而且人已经失去意识紧急通报 依旧叫救护车 救护人员到场女学生口鼻出血 没了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开始跟时间赛跑 帮女学生施做CPR 固定警圈上单架 要在最短时间送医治疗 这一车祸发生在17号晚上8点半 台中屋日中山路二段的 一间物流公司大门口 物流车驾驶表示 当时她要左转进站 根本没注意到女学生从哪边骑过来 因为我一个人同事有在这里 女学生头部跟货车猛烈 撞击伤势严重 送医急救后恢复生命迹象 但还是有生命鬼泄 最主要的伤势是在头部 她的左侧是有血胸 那放了胸管 那她的皮胀也破裂 意识状况还是昏迷 驾驶在跨越双环线转向时 自称她没有看到 警官调查 肇事驾驶就测值为0 疑似没注意到人 同时也没减速 国二灵性女学生才被撞得这么严重 警方后续将潮过失伤害侦办 而女学生情况不乐观 家属大力及气 判能传来好消息 接下来想用胜顺阳静 看能不到